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接下来的两天才是重头戏 首先是跳岛 早上九点 大家在导游的组织下 开始有时的登船 所谓的跳岛 其实就是坐船到普通岛屿和海滩游玩 因为每个岛屿都不一样 每个岛也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 这就是跳岛的乐趣所在 第一站是普卡海滩 长滩岛的第二大海滩 在那里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 进行一个短暂的野餐 然后继续坐船去往下一个目的地 我们来到了一个小岛旁的福浅海域 在那里你可以近距离接触珊瑚和各种热带小鱼 接着去了几个不同岛屿 其中魔术岛上设有三到十米的哨台 大家可以挑战不同的高度 我试了三米和四米的 之后感觉耳朵非常不适 所以就没再挑战更高的跳台了 跳岛游持续了一整天 等下船的时候太阳都即将落山了 晚上我们体验了一下白沙滩的夜生活 不过由于疫情的原因 热闹程度已大不如前 我们在这里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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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项目是由快艇牵引的滑翔伞 剩下的渗水项目就是潜水了 潜水有两种 一种是头盔潜水 把一个20公斤重的头盔 直接淘到潜水者的头上 然后工作人员迅速 帮你下潜到7米深的海底 由于不是全米封的 需要弃压来对抗水压 所以 虽然头接触不到水 但还是能感受到同等深度的水压 刚开始耳朵会有痛感 不过很快就适应了 接下来就可以欣赏美丽的海底风光了 另一种潜水 就是像工作人员那样背着氧气瓶潜水 英文叫scuba diving 中文叫水废潜水 这就需要一定的技术性了 而且还有等级证书呢 18年我在苏武就拿了一个初级潜水证 这个叫蒋板冲浪 也是水上项目之一 有了它你就可以实现水上漂了 长滩岛还有一项陆地娱乐项目 沙滩车 英文简称ATV 据说这种车可以在任何地形上行驶 河床 林道 溪流 甚至更恶劣的沙漠都畅统无阻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下 长滩岛上的娱乐项目 你很容易就能在商家的广告牌上看到 其实还有几个土豪项目 比如直升机浮览全岛 包一艘大船开party 由于预算有限 这些就没有在计划中了 长滩岛的娱乐项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你是否也心动了呢 关注我 带你了解真实的菲律宾